大陸女子穿着短裙黑丝袜在雨中撑伞背着幼童书包站在幼儿园门口 和其他家长不一样的是 她没有期待孩子走出校园的样子 而是不断蹲下露出大腿整理书包里的东西 更特别的是她身旁还有一群摄影师不断朝着她拍照 画面曝光后有大陆网友查出 这名在幼儿园穿着清凉的女子 其实是有近40万粉丝的女网红 她把在幼儿园拍的照片全放到网络的行为 被质疑只是想装成很酷的妈妈来吸引流量赚钱 被批示幼儿园之乱 类似网红乱象在大陆层出不穷 博主晒出自己一身佛装 抄写研读佛经的图片或者是视频 打造自己的禅意人设 他们被网友戏称为是佛园 而继佛园之后 最近网上大家又发现了 出现了一批病员女博主 佛园是穿着超短洋装到佛斯拍照 抄写经文 推荐护肤保养产品 病员是躺在病床声称得重病 吃了保健品才康复 最新出现的幼儿园也没要接小孩 只是想拍美照 网红们一系列IP不得体的操作 也遭到大陆央视等主流媒体痛骂 根本是一场闹剧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